为了提供农民更方便还有安全的农业生产运输环境 台南市政府近年来致力于翻修改善农水路 成果可以说是全国第一 市长黄卫哲也在今天实地来视察 北门区中州农地的重划区农水路的改善成果 并且宣布明年还要投入5亿多的经费来推动更新 整条道路平整 平坦又安全 以改原本破周杂草乱生的路面 台南市北门区中州农地重划区紧急农水路改善完工后 台南市长黄卫哲亲自前往视察 对此台南市长黄卫哲也表示 农水路设施是台南市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更是农渔业经济的重要基石 农水路就是农渔民的高速公路 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是使用很宽广的国道 但是对于他们日常生活息相关的 这个农水路却是他们最关心 而且对于他们的农产品跟水产品的运输的安全 以及稳定最有帮助的 整个拖宽之后道路平整 而且电线杆也做了一些迁移 让农民的出入更加方便 现在当地的农民都反映说 他们从这里直接开到村里面 这样就很方便 近五年来台南市政府针对西北地区 推动早期农地重化农水路 改善面积达2470公顷 改善成果可说是全国第一 这几年来我们大概花了24亿 从事农水路的改善 应该是所有县市里面花最多经费来做农水路的 台南市长黄伟哲同时也宣布 明年农地重化农水路改善经费将再投入5.05亿元 要提供农民更方便又安全的农业生产环境 记者综合报道